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迟暮老人却是对托尼有着滔天的恨意 老人告诉儿子 他曾经和托尼的父亲一起开发了方舟入反应堆 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 自己被踢出了美国境内 所以原本应该有着他一半的成果 如今却全被托尼享受了 老人自然是心有不甘 老人死后 只见他的儿子大喊了一声 我胡汉三一定会回来的 然后胡汉三就开始利用老人留下的技术 找手制作反应堆了 与此同时 活活的人也正在想方设法的 企图让托尼交出钢铁侠技术 尤其是托尼的竞争对手 汉默工业的负责人约翰 更是大力支持国会的做法 约翰表示 如果托尼不上交技术 那他的技术就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这等于是私藏危险武器 而且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你光一个人当钢铁侠未免也太自私了 毕竟逼权被你一个人装了 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然而 面对着国会和约翰的未必利诱 其实托尼也是早有准备 他把自己案中收集的一些 关于汉默工业在他国的非法研究曝光了出来 托尼表示 看来想要利用钢铁侠技术作恶的人 并不是我 应该是你们 对于我的话 只会用他维护世界的和平 或者只是偶尔装下B而已 除非你们能以涉嫌装逼的罪名逮捕我 否则的话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回家之后 托尼掀起了上衣 露出了一片异常的胸膛 原来 现在的托尼 早已中毒至身 时日无多了 当初托尼利用把元素做成的反应堆 同样也可以使人把中毒 当把把蔓延到一定程度后 那么托尼就会变成一个使人了 不过 托尼并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他最信任的人小辣椒 为了以防万一自己会死 他只是把斯塔克工业的CEO职位 交给了小辣椒 这份信任 使得小辣椒十分感动 于是 小辣椒就为托尼介绍了一位超正点的妹子 刮姐 托尼觉得 刮姐正点是正点 但会不会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呢 然而 托尼的这个疑问 很快就被刮姐的一招锁头杀给粉碎了 对此我这想说 蓝眼想被锁一下试试 时间来到第二天 托尼正在参加一场车赛 可他却不知道 此时一位打扮得点儿乱当 发型弄得蓬松杂乱 身上纹着花里胡哨纹身的电轮法王 双边塞拉斯福斯基胡汉三 却朝他凶狠地杀了过来 胡汉三的这身装备 虽然最终没能打得过托尼的钢铁战衣 但他的目的 其实也不是为了现在打败托尼 他只是想通过这种行为 向世人证明 反应堆技术不是托尼的独有技术 托尼的死对头约翰 早就已经对反应堆技术垂涎已久 如今胡汉三的出现 对他来说 无疑就是一个天降馅饼 于是 约翰分分钟就把汉三 给约进了他们的汉末工业 双方直接一排即合 约翰负责出钱出设备 胡汉三提供技术 他们打算建造一批钢铁大军 来半导托尼 而另外一边的托尼 也的确有点意志消沉 他曾夸下海口说 几十年内 不会有人能掌握反应堆技术 可现在还不到两个月 自己就被啪啪打脸了 当然更重要还是 他体内的把元素 已经快要到达了极限 于是 托尼就开始放弃治疗 打算享受最后的时光了 托尼的行为 使得小辣椒和铁柱上校很是不解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第二部中的铁柱上校 和第一部中的铁柱上校 其实是同一个人 只是不同的人饰演的罢了 甚至有些错误翻译 还把上校翻译成了中校 导致小部分人有点分不清楚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铁柱直接穿着托尼送他的一副钢铁战甲 和托尼打了起来 当然托尼只是送铁柱战甲 并没有送他技术 铁柱恨铁不成钢的谴责托尼 掌握着核心技术 却不务正业 都几十岁的人了 整天就知道玩多人运动 你拿那么多精力 不过 就在托尼医治消沉之际 神盾局的局长和寡姐 却来雪中送炭了 他们给了托尼一份 他父亲曾留下的遗物 因为他的父亲 也曾经是神盾局中的一员 这些事托尼也是才知道的 接着 托尼很快就通过他老爹 留给他的遗物 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 这种元素不仅可以代替靶元素 而且比靶元素更牛逼 同时另外一遍 胡汉三也是打造好了 属于自己的装备 他打电话警告托尼 让托尼最好先联系上 专业团队准备好棺材 因为胡汉三 表面看起来是在和约翰合作 打算从商业上压倒托尼 可即使暗地里 他却只是在利用约翰 他只想彻彻底底的杀了托尼 约翰本想也举办一场展览会 证明他们汉莫工业的科技 并不输托尼 而且他还无私地把技术献给了国家 为国家打造了一批钢铁士兵 可谁知这些钢铁士兵 竟然只是胡汉三 用来复仇的工具罢了 胡汉三操控着他们 直接对托尼进行了围杀 不仅如此 这些钢铁士兵 连吃瓜群众也不放过 无论男女老幼 托尼不是想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吗 那胡汉三就故意制造大乱 甚至就连铁柱的钢铁战役 都被暗中做了手脚 开始攻击托尼了起来 所幸的是 后来寡姐直接一个打十个 一路杀到了胡汉三所在的控制室 虽然胡汉三已经不在了 但寡姐也是帮铁柱 解除了自动攻击托尼的控制 没了约束之后 铁柱和托尼两人联手 很快就消灭了遥控钢铁士兵 不过 这些钢铁士兵 也只是用来消耗两人能量和底牌的 真正的boss 可是穿着战甲的胡汉三 胡汉三毕竟是圆满状态作战 能量不多的两人根本不是对手 可就在两人即将战败之时 托尼却突然想起了 他生日那天和铁柱的能量对空 利用这个方式 他们竟然成功打败了胡汉三 在将死时刻 胡汉三引爆了所有钢铁士兵的 背后隐藏能源 企图做最后的反击 就这 与其说是反击 倒不如说是 为托尼在和小辣椒接吻时 放的浪漫烟花更合适 第二天局长再次找到了托尼 和他商场起了 关于复仇者联盟的事情 局长告诉托尼 他钢铁侠并不是唯一的超级英雄 因为在墨西哥的一处戈壁里 人们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锤子 最后电影结束 而看完本片之后 我想说的是 胡汉三这个反派 着实有点智商不在线啊 他恨托尼 不就是因为托尼独占了他爹的成果吗 如果他不那么刚 稍微给自己留点后路 联合汉木工业为所发育的话 没准就能真的压托尼独了 即使不能吻压 肯定也能在博弈中拥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他却选择了自绝后路 利用钢铁士兵围杀托尼就算了 竟然还朝人民开火 像这种明明白白 把反派刻在脸上的行为 能赢才怪了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关注 或者订阅一下我 么么 大